雲女士健保卡毀損 她直接到埔里真公所來換卡 五分鐘不到 馬上就能拿到一張全新的健保卡 以往得親自跑一趟草屯的健保署辦公室 很不方便 現在健保署在埔里真公所成立在地置卡據點 便利偏鄉民眾 過去包括埔里 仁愛 國姓 魚池等地 民眾健保要換卡 到草屯來回車程要兩三個小時 郵寄則要五到七天 現在不只在地置卡 還能申請愛心協助 我們的民眾真的經濟上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協助他找到一些愛心裝款 來幫他帶繳一些保惠 或者是說我們要協助他作為一種 那個無喜的一個分歧的戶款 四個鄉鎮大約有十三萬民眾因此受惠 民眾要換補卡 既得帶身份證 兩寸照片一張以及公本費兩百元 就能享受當場零卡的便利 大愛新聞 張貴丹 蔡玉凱 南投報導 我們 wrap up 現在不只為我們等仇壽 和烈心穩命BM 一張正確的地檢查 所以我們會訪的 我們會訪的